原标题周迅斗镜铜献身机场 一前一后 特意保持距离去年春节两人曾手牵手今天 周迅和闺蜜斗镜铜献身某机场 原本形影不离的两个人在机场的时候 竟然 一前一后保持着一段的距离 好像害怕被人看出什么事的机场中 周迅一件驼色的大衣 戴着一个大口罩 背着一个双肩背包而逆身的格子长裙 虽然显得比较低调 却也蛮强眼的斗镜铜 则是全副武装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绿色的工装裤 球鞋蓝色的西装 一顶个性十足的帽子 戴着一个大黑口罩 整个人看上去都很拉风 如果不是和周迅走在一起 很难让人相信这么老气横秋的装扮 会是二十岁出头的斗镜铜不过 也许这就是斗镜铜眼中的潮流时尚吧 颓废美简陋美魄就美 以往周迅和斗镜铜出现在机场上的时候 一般都是肩并肩并排走两人 常常都是形影不离 但今天在机场两人却一前一后 周迅走在前面还不时的停下脚步 回看斗镜铜走到哪里了 生怕斗镜铜丢掉了一样 即便是办理手续的时候 周迅和斗镜铜也没有站在同一个柜台 而是一边一个 好像在可以保持着 一定距离有网友说 他们是在避险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避险 两人是闺蜜关系 好不是很正常吗 一般情况下 周迅和斗镜铜同时现身 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两人并肩走着 有说有笑 不过现在呢 很少看见周迅和斗镜铜一起现身了 往往能看到的 则是周迅和陈坤 以及斗镜铜三个人同框的画面近日 有媒体拍到周迅 陈坤 斗镜铜等人 一起吃饭当日 饭桌上的周迅 显得很是兴奋满场转给人倒酒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给如意赚庆功的事情 聚息三个人 一直吃到晚上11点才结束 去年周迅与陈坤以及斗镜铜也被拍摄到 一起去吃火锅 2018年年底的时候 斗镜铜还陪着陈坤和周迅 一起去美发美容 三个好哥们 已经形影不离了 关系铁铁的 不仅如此受周迅和斗镜铜关系 密切地影响周迅和王妃 也成了好朋友 尽管周迅的前男友 是李亚鹏王妃的前夫 也是李亚鹏 但这不影响二人成为好闺蜜 事实上 周迅和斗镜铜的关系非常好 不知道如今两人在公开场合 为什么要刻意保持一段距离 要知道 在2018年春节期间 周迅和斗镜铜现身周迅的老家 渠州的卯商场吃饭 还被拍摄到 小手牵小手的画面 而斗镜铜与周迅 以及周迅父母的合影 看上去也很和谐 毫无违和感 就是斗镜铜显得比较严肃而已